大家好 我是貝塔 這邊 可以嗎 嗯 跟剛剛 調性會很不一樣 我是一個 理論上是 很現實的老太婆 就是是屬於那種去市場 會很享受那種 老闆送一根蔥好不好 加一個蒜好不好 然後先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剛剛講過 那我叫貝塔的原因 就是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吃紅蘿蔔 但是 對我來講貝塔就是一個 第一個它是一個很 很少見的名字 至少我到現在沒有遇過過名一樣的人 然後第二個是 它其實就是我們 學資工的人這樣 貝塔特斯版嗎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持續在進化 然後永遠有新的可能 然後永遠是開放性的選項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是我啊 所以 那也因為我是這樣的個性 所以我當了蠻多年的旅遊記者 然後也常接一些案子 去做一些我覺得好玩的行銷企劃案 那 講到夢想 其實 我小時候是一個夢想很不明確的小孩 我只記得我很喜歡看電視幹嘛幹嘛 然後小時候就看到武俠劇 然後就是 人家那個女生啊 要去闖蕩一下江湖 那闖蕩江湖一定要有什麼 就是劍 對就算不管你武力高不高明 然後甚至那個劍到底 你會不會用會不會割傷自己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把劍 對但是因為那個 必然在下的媽媽非常的 希望把我養成一個 溫柔可愛嬌羞的女孩 所以我始終沒有達成一個心願 那 我的簡報有一些漏掉 沒關係 那 我先 講一下我在學校的時候 其實 我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我 因為 家裡經濟的關係 我大二開始 我就必須要自己 負擔自己的學費跟生活費 所以我 念新聞系之外的所有時間 沒有辦法玩社團 沒有辦法玩學生會 就是都要打工 然後每天從新莊到新店工作 再從新店回新莊住宿 對所以 那段時間其實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很高速在轉的時候 但是因為我念的戲所的關係 我們 這裡好像沒有新聞系的 但是就是 新聞系有兩個一定要修的很重要的課 叫做新莊報導 就是報導新莊在地的一些東西 跟人文的訊息 就是要常常跑新莊工索 什麼的 那另外一個叫做 生命力 那生命力 其實是我們 系上一個叫阿孝德老師 他辦的一個媒體 那這個媒體所 訴求的就是可以幫一些小眾去發聲 然後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學生時代 我們就要像真正的記者一樣 去跑很多的新聞 甚至 因為我們是學生 然後還得要就是 花更多的心思去說服對方說 我們不是大爆 但是我們想要採訪你們 對 然後也因為這樣那時候 就累積了很多 包括對性別邊緣 包括對動物權益 包括對外籍配偶 然後當然還有 還有樂神教養院的一些 敏感度跟關懷度吧 然後後來的我畢業了以後 其實一樣就是很認真的賺錢 寫稿 然後 你 趕快 但是到了 去年 也就是我工作了終於一段時間 然後經濟也比較穩定了以後 我開始 然後有了一點點錢 然後想說 當然記者也看到這麼多年了 然後都是在講別人的故事 那到底有沒有一天我可以有機會 去寫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 也是在一場演講的幾下 我聽到了一個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叫做國際服務 然後那時候剛好我把工作辭掉了 就趁現在我就幾乎是 聽完演講的24小時內 我就把機票訂好了 然後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那個國際服務的內容要做些什麼 我只知道好像要去蓋股兒院 在柬埔寨 然後我想好蓋股兒院 就蓋股兒院 不管他們先去看看 然後反正我就 在大概六天後 根本來不及準備任何物資的狀況下 我就到了柬埔寨 那我先說一下那時候看到 這個是我們去家房的時候 柬埔寨 不是屬於一般我們在 鬧區裡面看得到的房子 他們就是 大概就是用柬埔寨的樹 叫做棕榈 棕榈葉 編織成的 有點類似我們 大概十五二十年前 我們想像得到的那種茅草房 所以它的狀況的話 當然就是很容易漏水 然後可能包括那邊的雨季一來 這個屋子可能就會回溯 但是像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裡面 在我那時候去做訪問的家長 是告訴我說 他們家有三個大人 六個小朋友 住在這樣的空間裡 但是同樣的就是 跟大家很多做資工服務的人 可是你會發現 奇怪咧 在那樣的環境下 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的不方便 沒有自來水 沒有電 就像三十年前 真的是到偏鄉一點地方 他們其實生活方式 是一百年前的生活方式 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的 這些孩子們 他們用過得很開心啊 然後玩得非常的瘋狂 這樣子 那另外我到了學校 我們把待去的物資直接交給 有需要的學童的小朋友 而不是透過大的志工組織去做這種 捐款 然後分配 然後一層一層 到小朋友那邊都不知道 剩下什麼東西 然後也在那邊教導他們一些 包括要勤勞洗手 要勤勞刷牙的這些教育的概念 那我們是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在台灣 現在已經很普遍了 但是這些 這兩個習慣的養成 去調查 可以增加那邊小朋友的存活率 是增加的機會 是大概可以贏在底背上 然後我們也進到村落做農耕 其實這些體驗大概都是我們現在 除非你特定去接觸一些團體 才可能有機會接觸到的 然後在畫面你們現在看到那個狀態呢 是我們正在耕田 然後正在把當地撿到的落葉混合牛糞 去做堆肥的使用 其實牛糞乾的話還蠻香的 然後那就是我們就是 耕種完畢了之後 跟當地的小朋友一起撒下種子 然後跟他講說這個甜之後 會要怎麼維護跟使用 中間使用的那個軟管 黑色的那個部分 是一個叫西瓜袋的東西 他可以幫助那個村落裡面 比較沒有力氣的老肉婦孺 他們可以用快速的方式 只要開水龍頭 他就可以引導用水管的方式引導那邊 然後讓他們自己做那個交水的動作 然後又進到孤兒院去做一些服務 那其實我們服務的孤兒院 就是我們後來蓋的孤兒院的新 我們就是幫這一群小朋友 蓋他們的新的孤兒院 那如果等一下那個QA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帶大家看一下那個建設的過程 我有準備一個大概四分鐘的影片 那工地的話 我簡單來說講一下 這是當初我們看到 那大概是一個一百坪的空間 那我到的時候就是只有地基 然後一個高角屋的使柱 然後你現在看到左圖的部分是 我們預計蓋的是一個 全部是用竹結構構成的髮子 你看看到的那個一條一條的 都是要用手工一根一根邊上去的竹片 所以對於一個在台灣 我連體育課都會想笑到的人來講 第一天就就是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辦法拿筷子這樣 但是就是目前我們大概 我上個月吧 他們說現在過月已經是這樣子了 然後某一種角度 會有點驕傲啦 有點像個小度假的程度這樣 所以好剩我一分鐘 所以等我回來之後 難道我們難道當我回國以後 這件事情就結束嗎 我們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決定把當初我們服務的 那個過月那個小朋友 畫的這個兔子 變成T恤上面的圖案 帶回台灣來做飯的時候 不過我不簽啦 我讓我看看 對 然後也幫 然後讓 然後這些一件的衣服 大概我們的售價都是490塊 但是每一件我們就會捐出兔兔衣 就是221塊給當初我們服務的這個過月 之外呢 然後我們也重新去關懷台灣一些現在都正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另外有一個每月221的不同的那個產品路線 就是說 我們每個月會跟一個新的菲尼利組織合作 那我們會幫他做紀錄 我們會幫他寫故事 然後也會幫他設計一款安獨圖案的兔兔衣 然後一樣這一款的衣服就只在網路上面販售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那一樣每一件我們就會捐出221塊給這個台灣的菲尼利組織 那蠻幸運的是說 這個東西我們原本也覺得 真的有人要買嗎 但還好好像 彩票可能還可以吧 圖案也還可以吧 但像我們合作的 台東的孩子的書 他們現在的狀況就是 他其實我們販售T恤之後 給他們的款項可能只有1.2萬塊錢 可是他因為我們這樣子的報導 他反而被主流媒體吸引到 然後現在Hakenpool 還有一些主流的媒體 甚至還有 我不太清楚是哪一個 志工組織 他們願意去幫台東這個孩子的書 改新的教室 就是讓一個影響力 可以從他們自身到中間 然後到再持續的擴張上去 那預計我們下個月會做的是一個 哈凱部落的重建部落 他是一個17年前的風災部落 他們爭取了17年都沒有一個 永久居留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也是希望說 這樣子的議題能夠讓更多的人看到之後 我們不只是幫他做衣服的募款 甚至我們可以操作在柬埔寨去服務的模式 我們會在台灣做更多人的號召 或許有機會 我們可以一起到哈凱部落 跟當地的原住民的藝術家 然後我們一起幫他們 把他們的永久屋的外觀 做上一些藝術的裝置 甚至把它變成一個藝術村 讓這個村落他的教育 他的觀光 跟他的原住民的風格 是可以永續的 用他們自己想要的方式 繼續的發展下去 不用爭取 只靠政府的一些補助 就是用民間的力量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張照片就是 其實世上齁就兩種人 你跟所有其他的人 所以其實真的不用害怕 你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反而呢就是放膽去闖 那這樣 不用去怕說你的夢想多崩不切 是俠女人 上下也沒有人了吧 但是你的夢想 很有可能會改變 而且是 用你想像不到的速度跟方式會改變 如果你覺得一個人 Oh maybe I can 很多人都在那邊 不行啊 可是當你一直闖下去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群自圖大盒的人 可能在做任何一個 你們搞不好莫名其妙就抖起來 所以想我跟原諒有莫名其妙 就要說 不然來搞個什麼好了 對 所以 那 所以 或許 今天我 跟你說 你可以 如果說 No I can 但是我要跟你說 We can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 沒有人想要問菊姐什麼問題 有嗎 想看影片 沒有影片 那我要去一下我的小電池 小電池 就要說 我的小電池 他看起來八歲 事實上 他已經十三歲了 因為貧窮 他長期營養ブレア 因為貧窮 村落裡沒有醫療 他的父母在他年小的時候 就異異過世 他開始流落街頭 像他這樣子的孩子 在柬埔寨有成千上萬 柬埔寨是世界上 生活最艱難的地方之一 許多生活在平鋒縣以下的人們 他們沒有乾淨的水 沒有電 甚至連生活最基本的需求 吃飽 住得安穩 這樣子都達不到 2010年 我27歲 我想為這個世界做點事情 成立了一例國際服務 號召大家到貧窮的最前線 做國際施工 為了讓貧窮可以餵飽孩子 住安穩的家 我們家很便宜 無污染的小型家和能源帶到村落 為他們修補不堪居住的房子 我們沒有錢 一開始只有20個人跟我們去 我們就住了一間房子 在一個村落做弄天 第二年 一次有超過100個人跟我們去做志工 我們可以在孤兒院改大教室 孩子在孤兒院 可以得到上課學習的空間 也得到基本的溫飽 然後我們慢慢了解到 許多孤兒院的生存 其實必須依賴外界不斷的同情與捐贈 孩子們過得越好 外界的同情與捐贈 反而越少 許多孤兒院反而走向了倒閉之路 為了維持捐款收入 孩子們得維持可憐無助的形象 如此再多的捐贈與幫助 孩子們還是得過著衣不避體 營養不足的生活 為了讓孤兒院能夠走上自己自主之路 我們創造了一個能夠永續經營的模式 園區裡面的食物能夠自己自主 且農耕條件成熟之後 甚至還能夠出售款式收入 而園區的建設理念 將是友善地球的生活方式 園區中的水資源與能源 能發揮最大的回收利用 我們併住了足建材 保特平牆 開師分離廁所 生態池與有機自然營業 這項情動 也感染了台灣許多熱情人才 竹山的師傅來了 綠建築設計師來了 建築系教授帶著學生來了 農學教授來了 創作歌手來為結果再寫歌了 耳機公司贊助電影工作者 把這個拍成紀錄片 更重要的是 今年夏天有三百位志工 親手參與建設 這個孤兒院已經完成超過一半 但仍有最後的部分 還沒完成 我想邀請你一起加入這個計畫 你可以分享這個故事 支持這個捐款 或者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到 而且不在完成這個建設 請你參與這個 由台灣人發起 建築在實現的 綠色奇跡 隨便做一半 關於兩種電視 如果給我去 使用這個設定 你會先看 解釋 一種電視 解釋 解釋